创建于1951的重庆交通大学 学校占地3200亩 分成南岸校区与双幅校区 学生上课主要在双幅校区 双幅校区远眺近云山脉 校园景观很美 外有河流环绕 内有李子湖与明德湖 湖区的湿地生态很丰富 静谧的湖水总能引来鸟类栖息 偶见一两个学子在湖边散步 校区的绿地很广 片植花木 有条路就叫做银杏路 秋天银杏转黄落地的景象 真的很美 雕塑艺术与石碑处处可见 处处展现文化气息 校园诺大很适合散步沉淀 小西银杏转黄来 一路总能引来鸟签 小西银杏油 一路总能引来鸟签 大小西银杏油 一路总能引来鸟签